接下来咱也听我短片了解一下 就这么活不开朗的女士 她的感情生活是如何的 我始终显信 两个人在一起 最重要的就是真诚 我性格是大大咧咧的 对另一半很信赖 可是我不能理解 为什么真心不能换真心 我有两段很失败的婚姻 我和我第一招 是亲近介绍的 我非常吸引她 她在黑龙江做业务员 一年两年不回家 我都不在意 我也可以在沈阳 工作 打工 抚养二日 这个大家跟我说的 外面有点的 你不用等她了 这句话可伤心了 我很生气 因为赌气 我一直没有合得离婚 后来我也想通了 没有必要用别人的过错 折磨自己 最后我现在的离婚 我没想到 没过多长时间 遇见了另一个人 她比我小12岁 对我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她觉得我感情立正 我觉得她很朴实 于是我答应了和她领证 对方父母 家人 也很喜欢我 可是还是出轨了 仅仅一年多的婚姻 这就伤害了我 我不理解 也很无奈 坚决选择了离婚 我没有别要求 就只要要求 另一半 不要有一种朋友 女嘉宾的这两次都遭到对方的背叛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 你第一任丈夫 她在黑龙江有三个女人 三个孩子 她同时和这三个人保持关系吗 这些女都不知道 你俩一年见过几次面啊 你先前你要是俩在一起 头几年你要俩过到一起 互相能理解 就来去 可能在那边出买 那你为什么不跟过去呢 你有工作 就不要去 不让你去呀 什么时候开始不让你去的 都多少年了 分居多少年了 分居的时候 不是因为感情不合分的居 是因为她需要去做生意 是这意思吗 对 上黑龙江 在外边一年两天不回家 我就感觉 就是感觉我算孩子 她洗就变了 你要想算出这男人 你必须得各方面 本身你女人 你得做到你女人 你那个这个 把男人的心能弄住 她才不用外遇 她干的行 就是业务 她就那个业务科的科长 她就管业务的 跑业务的 她那个老外边 长期在外边住在 一年两年 能回家一场了不得了 就本身的工作 因为你这样 对 所以说她一年两年不回来 你认为不是感情问题 对 我就心里 老外边工作忙 我就没往上合计 不愿意吧 拉着我这 我这是我二嫂亲子给我介绍的 那她是哪一点心你了当时 就是相对象 下来就光脚穿拖鞋 可本不分分 不是穿那么好 穿那个工作服来相对象 我心里挺朴实的 会来事不 还行 还行 不抽烟不喝酒 那就照你分析的话 她用啥方法骗那这仨女的呢 那我不清楚 因为她来黑龙江那边 这女的都黑龙江那边的 那你现在承不承认 你遇到骗子了 她是让你骗了吧 你咋还能认为让人骗钱呢 我觉得 女人都生孩子了 你能说女人骗她呀 她 我以为那我眼部那个没往上合计 她做这些事 因为她特别老子本分 就是在这种事啊 我曾经做节目的时候报道过 就一个男人啊 浙江那边的 在一个小区跟仨女的 这仨女的全有 全给她生了孩子 知道吗 这仨女的都在一个小区 她天天跟这三个女的 一块生活 最后给抓到她是什么 叫骗子 骗婚 知道吗 虽然她是供养这几个女人 但是无论是重婚罪也好 还是其他方面来说 她算骗婚 要不然问你说 为什么说你丈夫是骗子呢 我认为 她可以这样地对待婚姻 对待她的所有的 三任为她生过孩子的女人来说 她就是骗子 对婚姻太不负责任了 你怎么对得起外边 给你生 生你孩子 帮你养孩子 那些女人呢 我觉得男嘉宾 我这么评价 他老公觉得过分吗 不过分 是不是啊 我就想着 我觉得这男人就是骗子 他是骗婚 你上当了 你不是说感情错乎了 而是你被骗了 我还没骗了 如果你是在这儿